ok啊 那么关于我们讲这两个锁了 一个是悲观锁 一个乐观锁 他俩啥时候用 对吧 啥时候用他 啥时候用他 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提一下 那么关于这个悲观锁和乐观锁的使用 你注意 在我们的这个冲突 你注意 在冲突 在冲突 在我们这个冲突 在冲突 在冲突 比较少的时候 在冲突比较少的时候 比较少的时候 比较少的时候 那么建议你呢 去使用这个乐观锁 使用乐观锁 使用我们的乐观锁 好 为什么在冲突比较少使用乐观锁呢 我们说啊 这个冲突比较 比较少的时候 我使用乐观锁 是不是一次就成功了 一次就成功了 他因为他不冲突 并且呢 我使用乐观锁呢 冲突比较少的时候 我是不是在查的时候 我也我也没有这个锁 没有枷锁 对吧 我也没有释放锁 他就省去了你这个枷锁 释放锁的一个开销 这里面啊 哎 乐观锁因为他没有这个枷锁 释放锁的开销 所以呢 在冲突比较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呢 使用这个乐观锁去做啊 提高他的一个性能 那你像如果冲突比较多的时候 对吧 那么你呢 就可以呢 去选用这个悲观锁啊 直接去锁定 因为这个乐观锁呢 他冲突比较多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不停的尝试 对吧 你尝试是不是也耗时间的 对吧 OK啊 那么这里面啊 就是我们呢 你对应呢 他冲突比较多的时候 你就使用这个悲观锁 冲突比较少的时候呢 就使用乐观锁啊 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话 另外一点呢 你比如说啊 你这个重复去 重复啊 重复操作的时候 就使用 如果是乐观锁 重复操作的这个代价比较大 你也去使用这个悲观锁啊 哎 乐观锁 那么哎 重复是重复啊 重复 操作的代价比较大啊 操作的代价比较大 你比如说我要 哎 操作时间比较长 或者什么的啊 你就可以呢 去使用这个 悲观锁啊 代价比较大 OK啊 好 那么这边呢 就我们给大家说的 这样一种情况啊 哎 冲突比较少的时候 哎 使用这个乐观锁 如果冲突比较多 你使用这个 悲观锁 并且呢 如果是乐观锁 这个重复操作的 这个过程的代价比较大 你也使用这个 悲观锁啊 好 这是他们 他们俩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 场景啊 使用的一个场景 OK啊 好 那么关于这个呢 我们其实呢 给大家做一个 小总结啊 就悲观锁和乐观锁 一个呢 你就知道啊 悲观锁 就是我在去 事务里面 我去操作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对这个数据呢 去进行一个 加锁 只要我拿到这个锁之后 别人呢 在操作的数据之前呢 大家都按照这个规则 我们都来拿这个锁 对吧 哎 你拿到了 那么别人 也去拿的时候 他拿不到 他就会等待 等待你把这个锁释放 他才继续往下去 操作啊 那么乐观锁呢 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我查数据的时候 我不加锁 但是呢 我在进行更新 或者是其他操作的时候呢 我要对他进行一个判断啊 这个判断呢 就是判断 我们更新的时候 我们所使用的数据呢 有没有被改变 如果改变的话 那么我的更新呢 就失败啊 更新就失败 因为我更新的时候 我要加上这样一个条件 对吧 他必须和我原来查出这个数据的内容呢 是一致的啊 但是 需要知道的就是 即使他失败 他也不一定是这个库存不足 或者是有错啊 所以呢 你要多去进行几次 尝试啊 多去进行几次尝试 我们在这里面 下更新失败之后 我再去做两次尝试啊 一共做了三次啊 做三次 OK啊 那么这里面呢 是这个两个锁啊 解决我们订单并发的一个问题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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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